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幽娘驾驶 这一集要带大家到大雪山 放松度假去 点亮夜重灯 前途一片光明 一早能在森林中醒来 真的是太幸福了 在横岭山步道 会有什么奇遇与挑战呢 我准备在这里躺一躺 好累啊 山友说这里一路好走 太夸张了 外面的话是空间比较大 车上的话是完全不落地 晚上喜香香 来个野餐约会吧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先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 关注幽娘驾驶FB粉丝页 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 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 是大雪山林道 超美的林道 这里是27.5K 那我们停的位置呢 是这边最平坦的一块空地 要停在幽娘驾驶这个位置 绝对是要夜重的 昨天来的时候只有我们这台车 现在各位看 已经停满了 整个路边都停满了 今天我们带各位去走 这边很有名的一条 轻松走的 对 什么不到 横岭步道 横岭步道 我们停的位置对面就是 渊嘴烧来步道 这个位置非常好啊 你要挑战困难级的 渊嘴烧来 或者是要到横岭步道 都非常方便 走 走过来这里就是渊嘴烧来步道 第一登山口 旁边就是厕所 非常近 我看不到300公尺 我看不到300公尺 200多公尺而已 从27k的水测点下来 这一排停车场就是 大雪山车博一级胜地 这一排停车场 旁边就是非常美丽的山景 今天优娘驾驶带大家走轻松的行程 这一条 这一条是横岭山步道 等一下我们走走看 听说上面风景不错 两边都可以走 我们准备穿越 横岭山隧道 然后我们走那边的登山口 这好像水连洞 很有味道 穿过横岭山隧道 我们来到横岭山步道的路口 我们今天是走比较轻松的路线 从横岭山隧道前 这边是零贴 我们直接切到主峰步道 在1.5到1.6 如果你要比较有挑战性的话 多走一点 就是从大洞派出所这边入口处 从大洞派出所这边上来 早上10点钟左右 横岭山步道 自己林荫茂密 地上是碎石加上泥土的铺面 走起来非常舒服 这条步道 虫鸣鸟叫 林荫茂密 泥土松软 非常好走 而且沿途都是休息点 太友善了吧 好美喔 其实晚上到这边 停车之后走过来也才一公里 来看夜景都可以喔 这边是横岭山自然步道 6k来回太远了 刚刚山友推荐说走到楼梯那边 来回7k左右 我们现在准备走这里 祖峰 大概600公尺 他这听说是斗上 带大家去走一走 这里还有人挂着吊床 太幸福了吧 这根本就是一个野营地了 这里还有木桌木椅 这边是往祖峰的起点 开始一路抖上 听说只有300公尺比较抖 终于有一点挑战了 副驾驶一直认为那是浇山 刚刚那一条 这一段展望青苔的山路 非常的美 还有460公尺 大概500公尺左右 那边可以往圆嘴烧来步道 1.2k 哇更有挑战 那可以在跨过横岭隧道 现在我们带大家走这一条 王祖峰 早上11点 还没到峰顶 都在休息平台 等一下副驾驶 我们吃吃的等 边吃边等 副驾驶终于山山来迟 嘿嘿嘿 还有点迷路 这里路都不好找 看起来都很像 原来大魔王藏在最后面 大概30几度40度了 拉着线才能上 来这里真的感受到 什么叫做蹲山 哇终于到了三角点 到了 哦 经过了两个钟头左右的跋涉 我们终于来到了横岭山 主峰步道 三角点 这里是一个三等三角点 海拔高度 2024公尺 如果各位不喜欢太多前戏 喜欢单刀直入 直攻重点的话呢 来走横岭山的主峰步道吧 前面一公里之后就是抖上600公尺 1.6公里直接到达 我们的三角点 为了迎接副驾驶到来 我准备陪他走一段路啊 恭喜副驾驶成功登顶 迎接他的不是美丽的大景 而是炙热的阳光 三角点 山不再高 有仙则鸣 水不再胜 有龙则鸣 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渊嘴山 各位观众 今天在大雪山 恒岭山的主控步道 碰到我们的粉丝好朋友 柯先生 健康丽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真的有緣啊 你是看到我們頻道開始測速 對 去了很多地方 我覺得也在網路上也有很多人在推薦你們介紹的那個影片 我是在找測速的時候看到你的影片 然後再一直看一直看 因為你拍了很多 我是覺得說這樣子比錄影方便 不用收啊 對啊 然後我們第一次是在哪裡 焦溪 焦溪 第一次在焦溪 第二次在宜蘭 然後第三次在河灣山 謝謝繼續 繼續加油 拜拜 告別了熱情的粉絲 我們準備打到服務 我們回到分岔點 現在準備走這一條山徑 我們回到隧道的另一條 往圓這一艘來不到 對 好 因為原路折返的話也是1.05k 那我們走這個O型步道 1.2k 本來以為要下坡了 結果 就是另一個新的挑戰 我們準備跨過隧道 回到我們的停車點 人生就是這樣 如果你願意接受挑戰的話 你會看到跟別人不一樣的風景 早上我們是從這邊嗎 停車位置 走隧道 走經過隧道之後來到登山入口處 喔 繞一圈 現在折返回來有沒有 封頂 對 這是橫嶺的三角點 現在 回來 走到這裡岔路點 直接過來 對 我們應該是要拉直線回來了 對 要這樣子拉回來 如果各位覺得淵嘴山太難 想要有一個小挑戰的話 可以來這裡 小淵嘴 保證你走完會直接想挑戰淵嘴山 一樣累 我準備在這裡躺一下 好累喔 下午 1點半 這條山進上幾乎沒有看到登山隊的綁帶 副教師懷疑我們走錯路了 可是我看起來這就是一條山進啊 這麼明顯的山進 看起來我們的停車場在這邊 邊嘴山步道登山口 然後隧道口的停車場是這個坯 現在我們在大雪山林到旁邊的山上 應該還有一半的路程 好 繼續走 誒 看到石桌木椅 表示我們走的是對的吧 我懷疑這個樹幹是整骨整過的啊 你知道什麼叫相依為命嗎 好像很累的時候 有個靠山 終於下坡了 副教師一直在懷疑我走錯路 所以各位觀眾啊 當你有一個人生目標的時候 旁邊的開始提植植植的時候 你一定要勇往直前 走 繼續走 看起來有人做記號 有沒有 這樹應該不是自然倒成這樣 好幾根橫的 不能走 可以啊 你看 那邊有個綁帶啊 每次會跳大家都會玩 會支支走耶 對啊 這個綁帶太重要了 這根本是走在山的林線耶 不輸淵嘴山那邊的地形 哇 太好了 看到指標了 雖然是有理想 有抱負有目標 但是 走到後面有點怕怕的耶 這邊下去是橫領最道口 再直走的話可以到淵嘴山 四通八達三進 1.1K也不遠耶 我本來已經到出口了 結果呢 來來來過來 我要去拍一張 哦對 他在這邊一直喊我 害我又走回來 真的是明福其實的 小淵嘴山 各位觀眾 出大景了 這條山進是我們走過最模糊的一條路 累死 就是看起來不像山進 但是他又是山進 然後 他感覺自己走錯 可是又好像有人的足跡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在路上看到很多 登山的山友做了一些記號 就是橫的樹枝 這個也很重要 就是齒路不通 他會放兩根到三根 一看就是人工放的 再來就是綁一些布條記號 這個是救命的布條 最好是不要拆掉 各位觀眾 我在小淵嘴山上啊 哈哈哈哈 終於到了 如果沒有體力登淵嘴山 就來這裡吧 地形一模一樣 出口 我看副駕駛快出口成髒了 對 他該罵髒話了 各位如果要從這一端上來的話 要考慮一下 真的蠻陡的 這裡的石頭也蠻特殊的 你看 顆粒狀 感覺是高溫高壓擠壓而成的 海底推上來的 感覺根本就是石鋪區了 感覺根本就是石鋪區了 太誇張了 那麼多石鋪 我覺得我們走了 玉山前鋒的石鋪區 加上淵嘴山高難度的步道 哈哈哈哈 路又回來了 旁邊就是行車場 天啊 好累 我無法想像我是怎麼下來的 回頭看 太可怕了 這是石鋪耶 來副駕駛講一下 玩燈的感言 誰下次再叫我走這一條 我就揍著他 呵呵呵 真的是不簡單 不建議新手走這一條 太陡太陡 而且沒有戴手套 不曉得那麼 不曉得是石鋪耶 手套也沒戴 這邊資訊少 希望看了優娘駕駛影片的朋友 記得啊 設備 經驗 都要到位才可以來喔 歷史性的一刻 太想動了 我稍微就要走這一條了 我覺得 腳踏實地的感覺真好 呵呵呵 我覺得還是好好的走路 出來就是這個 橫領山隧道 呵呵 腳在抖耶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千萬不要給這一小段的路給騙了 這小段路一上去之後 就是有無止盡的食鋪區 超難走的啊 而且還有熊出墨看到沒有 對啊 回來啦 全身都是汗 我們先 煮個熱水來洗澡好不好 副駕駛要為單飛做準備 他要自己操作行動電源 倒水 然後我們調一下溫度 好燙好燙 今天我們的浴室已經打好啦 簡簡單單 外面的話是空間比較大 車上的話是完全不落地 這邊野地是可以落地的 這個大電流的電器 要輪流用 會馬上分享 按讚訂閱 讓我們共同學習你成長 就在今天 我們一起去闖 開車上路 挺胸昂揚 路在前方 夢在心上 開始就有希望 感謝粉絲打賞 羽台肉品 紫蘇梅雞湯 開你的翅膀 提著休息低調清爽 煮東西不要張揚 今天的晚餐真的豐盛 來自高雄粉絲的羽台肉品 他們的紫蘇梅筋 來清冷的夏夜 趕快一碗 熱熱的雞湯 這是最幸福的事吧 不用自己煮 這也好吃了 而且很方便耶 尤其是登山啊 微波就可以吃耶 對對再吵 無水庫要排放 今夜睡一香 夜色清涼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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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